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疲分析的是我們復刻的 地獄集以及夢魘集關卡的 貝利爾以及毒龍這兩張卡牌 很多玩家來詢問到底要不要刷 然後要刷幾張 於是百姓直接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到底這兩張到底要不要刷以及刷幾張 首先先跟各位分析的是貝利爾的部分 貝利爾它主動技 魔道之巔 一回合內扣除魔族成員的自身生命力 最多 最多減到一滴 然後再將魔族成員自身生命力的2.5倍 加入自身的攻擊力 上限為提升至自身攻擊力的20倍 此技能不能與神魔共鳴 魔力召喚與魔力歸一同時發動 不能被吸過去 也不能共鳴 那它的產術太複雜了 簡單來講就是把 魔族的生命力吸到自己身上來 那它是2.5倍 2.5倍是加入自身攻擊力 那我們直接試作為它是一個20倍的戒王拳 將會比較快 因為你一定要是吸到最大效益 那你一定這樣算是最快的 當然放秦皇隊看起來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個人 必須跟各位講 你自己看我右下講那個吸力多少 17啊 技能等級8 使用率等於對我來講可以說是0 魔族的戒王拳不是說不好用 只是說魔族其他的成員 的戒王拳會比他好用 會比他好用 我來跟各位就介紹一下 例如說我以為鐵扇來講 CD6而已 我先跟各位報告 貝利爾的CD我沒有練滿 它CD是10 非常長的一個技能 非常長的一個技能 那鐵扇的部分 它這個戒王拳是分次 所以它不能破防 但是它傷害很高 CD6 最多可以追打10下 所以基本上是蠻強悍的一個技能 所以個人建議 像你看鐵扇就不用講了 但是它是黑金卡 所以等級可能就 level是不太一樣的 一組木就追打一次 那最多可以10次 好 那你技能關閉CD2-2 並將所有符石再轉化完木強化符石 所以鐵扇基本上 這種10連打的戒王 剩它剩太多了 而且 而且鐵扇還能夠把 木屬性的傷害 克制火擊木目標 這個要注意哦 懂我意思嗎 所以幹鐵扇就屌打 但是鐵扇是黑金 我們不講 好來 天狗 兩回 呃 天狗的話你要看這邊 極限突破 場上的附加效果 使自身攻擊力 及回復力4倍 所以它等於是長度小戒王4倍 那我 我講過 模組的傷害本來就比較高了 所以它這個4倍的戒王 是蠻痛的 懂嗎 啊 它只要附加效 效果就有了 藏住 屌打 再來 呃 蟻王 梅魯艾姆 一彎內所有敵人攻擊力減至50% 並 將 減去的攻擊力 加入自身攻擊力 那 你相當於這個怪物只要打8萬多的話 傷害是跟 貝利盒是差不多 8萬 8萬多9萬吧 我剛稍微算一下 8、9萬 怪物只要打8、9萬 怪物打8、9萬是 比較沒那麼多啊 那種都是非常非常 呃 一級必殺的怪物 66999999的怪物的話 你用蟻王會比較好 而且 重點是蟻王 CD5耶 懂嗎 所以我並不用吸到那麼多的傷害 我就可以達到一個 很高的戒王權 CD5耶 那我這隻可以放兩隻 放兩次 那 那那一隻 只能放一次耶 差太多了 真的 再來 藍絲若特 銳劍出銷 每回合自身攻擊力持續提升 最大4倍 常駐4倍 也是小劫王 重點是他的雙劑 懂我意思嗎 雙劑 雙 雙劑就算了喔 我還沒講 劫王 講完 雙劑就算了 還CD5 屌打 好 再來 飛影 飛影 蟹王岩山在煉獄教嘛 木轉按摩 心轉火魔 然後第二個是 血眼 變身之後 他變身之後 所有符石間去火 火岸符石 兩技喔 再來 你變身之後 又 變 飛影變身之後 也是兩個技能 你知道嗎 邪王岩山劍 轉按摩組 還有 火火魔組 懂嗎 自身直行 還有隊伍中 火魔組成員 然後主要是這個 邪王岩山 黑龍波 一樣是講戒王拳嘛 他8力符石 轉為按摩組 強化符石 自身攻擊力又15倍 倍率看起來好像比他低 然後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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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多啊 比他高很多 為什麼 因為自身攻擊力15倍 按摩組 強化 符石 按摩組 強化的總毒增傷 2.5倍 他打出來是37.5倍 那貝莉爾 旁邊洗洗碎啊 所以 跟個人 跟各位建議的話是 是可以不用練啦 我講實在話 除非你真的沒有我剛那些卡 懂嗎 你沒有比較好的 戒王拳的卡的話 那再來練貝莉爾 如果 有的話 貝莉爾是 不用練 我直接跟你講 不用練 就不太到 或許有人會講說 他可以放在那個 魔主死 那個 魔主死員裡面對不對 1.3倍的生命力 然後 還有最左方的 那個 的 復仇魔軍 貝莉爾 隊長 擊戰 有自身 攻擊 提升 1.3倍 不不不不 還有什麼轉屬 幹嘛的 可是 我必須講 魔主死員 在現在 這倍率 已經不復使用了 除非 再增強 例如什麼 那個 異空轉身 啊什麼 之類的啦 所以 我個人是 沒有很建議 但是 如果 真的 真的 你要做一個 倍案的話 他是可以練一張就好 CD是太長 倍率也還好 因為倍率 你說很高 可是 別的隊伍 的倍率 我就夠 夠用了 如果 連 我們 我們用模組的那些 界王拳 都打不穿的 我相信其他種 只要打穿 也很難 OK 那以上 這次 就是這個 貝莉爾的這個 金幣分析的部分 那 毒龍的部分的話 也 也一併跟各位 做分析 毒龍是比較簡單 來做分析 主 主要他是雙技能 雙技 技能 蛇神力敵不講 消耗70% 一回人類 木屬性 或龍類 所以 不管放木 或龍 因為2.5倍增傷 CD死 雖然說有點長 說實在話 CD死有點長 其實CD死是真的有點長 可是他 他 他本身 不會講 因為木 木或龍的話 他的 有個優勢在是說 木隊的血量多 而且他又是龍隊 龍 所以他的血 爆多 一隻就7000多滴了 所以這張在放的話 很多時候是為了 放在隊伍當中 趁血量 再來他雙技 你有懂嗎 回復相當於龍類成員 1.5倍的生命令 那這張 你說要不要刷複製的話 我反倒覺得說 可以考慮複製一張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要刷會比較好刷 像貝利爾剛剛在提 貝利爾其實那個 現在可能會比較好刷 之前是超級難刷的 毒龍的話 已經太久的關卡了 要刷也不是很難刷 那他又有雙技 我個人 建議的話 毒龍是可以考慮兩張 那 注意右上角空間45格的部分 毒龍的話 常常會曬不曬下去 那放毒龍是要撐血量 所以他在很多隊伍當中 我要用的不只殺雙技 雙技的卡大部分 我都會建議大家刷兩張 主要是因為 1卡 2技 2卡就4技了 懂我意思嗎 那這張刷起來就是 除了雙技以外 還有再來就是血量的優勢 所以這張是可以考慮 刷兩張的 那當然 這個就是隊伍的運用的部分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 地獄集這兩張卡牌的 這個金幣分析 那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 如果大家有疑問或者說 有些 更好的配置 或者一些 組隊的方式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下方來告訴我 我是平白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 在這裡 看一下 非常好 非常好的 這張